第一个就是说 我如果说我要把这四个形态 把它加上去 X1的话是一个字串 特别注意在Python里面 它字串的形态它可以用双引号 也可以用单引号 也可以 两个都可以 所以你会看到有人程式用单引号 有人会用双引号 但是用哪一个比较好 像我的习惯 VBA都用双引号 其他语言用双引号 那我干嘛突然用一个单引号 那我刚才全部用双引号就好了 所以你未来看到我的程式都是双引号 有的时候别的地方都是单引号 看个人习惯 不过我觉得 干脆用一种就好了 不要没事 一下这个一下那个 只有你搞不清楚 OK 好 所以像我的习惯就是反正统一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建一个什么 X2 然后再一个那个3 再一个4 首先第一个我想知道什么 他们的形态是什么 你可以print 多学一个 多一个那个function 一个方法叫type type里面的话你把那个X1放进来 然后你把它执行一下 它会跟你讲说跟我讲一下 X1它是什么资料形态 它会跟你讲说它自己的形态是叫street 自创 is类推 这边的话你可以x2 把它执行一下 它这边的话就是各种形态 int ms3 它会跟你讲说是float 所以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这四种 未来用来用去好像也以这四种为主 其他我想用的比较少 list 有没有 OK 那另外的话如果你要转型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再用这个名称加在前面就可以 那这个把它注解一下 底下的话我就分别怎么样 把它print的出来 所以底下的话我已经写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注解很好用 要把control加斜线 因为有时候要打了 打到下课可能还打不完 算了直接这样比较快一点 那形别的话特别重要 如果是自串 串自串的话 不需要做任何转型 为什么直接两个都是自串 所以直接输就OK int的话就不一样 int的话就是你这个地方可以把它 一定要转型 如果你没有转型就会刚刚type L OK 然后再来是float把它转型 最后list一样也可以把它转型 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输出了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我把这个float 假设我把它转成什么 里面再包一个int的话 会怎么样呢 有没有 它本来是123.456 经过int之后它就转成整数了 那整数14就是没有.456 那再print出来 你可以发现假设转型的话 有没有发现123而已 小数点就不行 所以其实我刚刚讲除除 有没有 除除不就是结果再用除完 再转成整数不就OK了 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什么 取得就是说像这个有1234 四个东西 可是我只要取得其中一个 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串列未来会比较 重要但是比较不好理解 因为我今天塞了四个东西在一个串列里面 我如果只要取得它第三个 特别注意 它的编号一定是012 所以我要取这个的话 记得给它变数名称 再加上什么呢 中瓜胡 里面输入它的编号 2OK 特别注意 它的编号是从0开始 这个比较不容易 比较容易搞 因为习惯都是从1开始 它一定从0开始 这个跟正列概念差不多 所以如果我输出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 直接帮我输出3 但是特别注意 最后呢 你想说 老师可是最后我希望前后加 双引号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 我希望列舍行别的第三个 是双引号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可能注意一下 如果你把双引号加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变成你直接输出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 因为明明只能有一个 你这边又多一个 这什么东西他看不懂 而且呢 这个双引号已经被用掉了 那你在字串里面又出现一个双 它搞不清楚 到底你这个双引号是什么用途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们可能要多学一个东西 要拖曳字缘 所以最后底下有个所谓的那个 拖曳字缘有没有 所谓的拖曳字缘就是说 为了要辨识 到底那个东西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多一个符号 叫做这个反斜线 反斜线加一个这个双引号 那他就知道这个是在字串里面的 跟外面那个双引号无关哦 这样输出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我把执行给各位 哎有没有发现 这边多一个双引号 有没有 那后面的话也是一样 你就串一个什么呢 字串有没有 输出一个 这个字串 再一个 这样他就知道说 哦里面是要输出一个双引号 OK这个叫拖曳字缘哦 OK 这个是有没有 前后双引号 才能够做出来 细节部分的话 请各位 再练习一下 那剩下时间的话 把今天的部分稍微再收尾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是 先把那个环境部分先准备好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基本的那个语法 大概至少了解一下 那个最重要的四种 这个变数的形态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 多讲了一个list 我觉得这个list很重要 所以先讲一下 那最后又多讲 就是如果输出的话 我这边是一个字串 3的话我用成一个字串 那如果我希望呢 能够把双引号这个符号 做输出的话 那必须用一个反斜线在前面 表示说这个是在字串里面 这种叫拖曳字缘 你们可以看一下 云端那个讲义里面 也有提到 那其他还有这样换行 你可以反斜线N 这个未来还会用到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下一次上课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 所谓的流程控制 那这个流程控制里面的话 最重要第一个 就是if的叙述 就是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里面的话 可以是一重的 两重的 多重的叙述 那后面的话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判断什么 判断年龄的 也许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 假如输入一个年龄 请输入年龄 然后让他输入一个年龄 那再来我们做判断 到底他是18岁以下未成年 再来就是18到30是青年 30到65是状年 反之就是老年 OK 如果有一个多重逻辑判断的话 那该怎么如何撰写 这个我们下一次上课再来看 好 好 好